主料,老南瓜去皮300克,普通面粉220克,辅料,白糖15克,葡萄干25克,酵母粉3克,清水50毫升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将老南瓜去皮柿子,切成小块,放入微波专用玻璃碗中加盖,微波大火加热10分钟至南瓜变软了,也可蒸熟我家的微波炉间仓库了,我用的是蒸熟, 剩热加入白糖,用器具将南瓜倒烂成泥状,放凉,放凉后的南瓜泥加入面粉及融化酵母水,我买的南瓜有很多水分,我是直接加了酵母,用铲子将其混合均匀,做好的面糊比较湿软,如涂也可视南瓜的含水量,使得添加和减少水分,取一盘子,用刷子刷上一层油防粘,将混合好的面糊倒入盘中, 表面盖上保鲜膜静置发酵至两倍大,是室温的不同发酵1到4个小时不等,葡萄当用温水浸泡至软,发酵好的面糊,在表面按葡萄干时提前浸泡一小时,锅内注上凉水,中火烧开后,转小火蒸25分钟即可,熄火后关火热5分钟,倒口出来切再即可食用, 烹饭技巧,一南瓜选用老南瓜会比较绵,也比较甜,其含水量不同,所以做面糊时水量要适得扫结,二这款发酵含糖量少,它的甜度主要是靠南瓜和葡萄干的天然甜粉,所以葡萄干是不能少的。 三,如果想发的效果更好的话,可以加适量的泡打粉或是苏打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